謝謝主席 請高部長 高部長請上備訓台 部長我可不可以請教你一下 憲兵的軍種是屬於哪一類 憲兵 憲兵就是憲兵 陸海空 不列入對不對 好 那您知道 他們算陸軍隊 陸軍對 現在的軍事審判法已經廢除了 所以憲兵在擔任司法警察的角色 其實在社會大眾的期待之下 已經大幅轉變 那麼很多人期待能夠轉型 但是沒有正義的話 轉型一定不成功 那今天早上在司法跟法治委員會 針對我們這次的所謂烏龍事件裡面 特別提到憲兵擔任司法警察的功能的定義 還有有關刑事訴訟法裡面 關於司法警察官的檢討 我不曉得部長這樣一路聽下來 如果這件事情 是部長從頭就知道的話 你會要求你的部署 應該怎麼樣處理這樣的案件 我們應該跟委員報告 如果說 周檢察官這個應該是最佳的方法 那在您上任之後 謝謝 有沒有相關類似的案件 是由國防部或者是由政治作戰局也好 或者是憲兵 報到我們的檢察官那邊去處理的 還是從來都沒有 很多 我們相當多 不管是配合檢調 或說我們移送檢調 或請檢察官來 開搜索票的應該是有的 都有齁 所以就你所了解 我看一個下午你聽了那麼多委員 從各方面各個角度所提供的意見 我想您心裡已經有底 我覺得國防部的若干懲處的部分 大概將近要出來 在你的想法裡面 你的懲處方向是什麼 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嗎 我們會針對他們 設案的 不是設案的 就是他們對這件事情 該負的責任 應該到什麼個狀況 我們來檢討他們 是 我剛剛很多委員有提到 可能有一些主觀管的人 要停職代查 那您是不是會朝這個方向來處理 我們國軍 我們講的就是 我們把它先調離限制 來讓調查能夠很順利的進行 是 那如果你調離限制的人 具有將軍身份的話 需不需要報告到總統府 我相信 我們一般的調查 都是要經過 一般的調查是要經過 由您自己決定就好 還是需要由總統來決定 如果我決定以後 我會去跟總統報告 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是將軍級以上的話 是不是要報到總統府 還是您自己決定就可以 應該會 我會跟總統報告 是 那萬一總統意見跟你不一樣呢 他覺得可能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總統應該比我還懂法律吧 是 那這樣子我就要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法務的謝次長 市長 市長您了解這個案件 目前為止 已經移送到台北的地檢署 以及市林地檢署 一共有兩岸移過去 那因為現在大家外界會質疑說 偵查不公開 那有若干的情節啦 或是檔案啦 或者是其他的說法 可能相關涉案的國防部的官員 或是主管的官署呢 不願意講實話 萬一 在市林地檢署 或是台北地檢署 偵查出來以後 覺得呢 查無實據 那國防部已經做出懲處了 有沒有這樣的方向 會不會這樣子 因為 對不起 我先插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從今天早上 不管是憲兵也好 或者是國防部也好 都說呢 他們並沒有違法 他覺得呢 這個衛姓民眾 有很多是不實的指控 那萬一 有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我們的地檢署也好 或是法務部 會站在什麼樣的角度 看待這件事情 就是我說的 萬一 可能性很大喔 因為他也有 這個 符合 所有的程序 譬如說請這個衛姓民眾 來簽一下 你自願 接受這個查詢 等等這些 然後應該有的證據 他都有 所有的程序 看起來都很正當 那會不會地檢署呢 就簽結了事 我想這個 因為這個紀理案件 別檢再辦 那他會根據這個證據的結果 來由檢察官這邊來做個結論 那我想 因為這個案子還在偵查中 可能也不方便做什麼 因為我們想尊重這個 我知道 我們都無法對於個案做出其他的 意測支持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官官相互 那同樣的道理 今天早上也是一樣 有人提到 司法警察官跟司法警察的定義 我想請教一下 在憲兵隊裡面的憲兵隊長官 是不是叫司法警察 憲兵隊的一些長官啊 士官啊等等這些 都是叫司法警察嗎 因為他在這個刑處訴訟啊 229條 230條 231條 他有分他的階級 在司法警察的部分啊 他就是在憲兵 那部分是司法警察 所以要看他的這個階級的部分啊 他會有這個不同的區別 是 那次長你得了解 軍事審判法已經廢除 是 那如果按照你的建議 那國防部他們在處理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你認為最符合的政辦 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因為這個如果涉及具體的案件 當然在檢察官是偵查的主體之下呢 應該如果有檢察官的指導 可能會比較不引起這個爭議 那因為這個案子呢 事實上他在這個 到今天這個情形啊 既然檢察官已經去了解了 那我想我們就尊重他將來了解的這個結果 檢察官是事後 就是簡報在分案嘛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在國防部的內部 不管是哪一個單位 他們在行政上面確實有疏失的地方 那我就要請教一下我們的政風市主任 政風市主任您在國防部服務多久 三年多 三年多 就您的了解 如果部長要求你從政風的角度來介入的話 你覺得應該怎麼樣做處理比較好 如果是我政風市的話 按照我們執事長只能做行政調查 有沒有行政上的為師 當然如果有涉及貪賭的部分 那是我們的工作執掌 我也很樂意跟委員報告 我來這三年多呢 我們國防部有主動自立自清 在部長的指導之下了 移送了這個履貸總成的案子 還有巴倫甲車的案子 你的意思是說 除了涉及貪賭以外 那麼政風市就不介入 那如果他涉及違法 譬如說對於一般的人民 強制的這種角度來看的話呢 要不要調查 正風市要不要調查 你要不要先做一個正風市的調查報告 送給我們的國防部長 由國防部來裁決 哪一些主觀管需要停職代查 或者是甚至調離限職 報告委員 那個因為我們正風市 成立只有20個人 而且沒有所屬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內部分工 我想這個是國防部長的職責 你這樣講我不能不能夠接受 來 部長請教一下 部長您可以在最短時間內 來決定你的懲處名單 對不對 您剛多次來講過 我相信部長在一個軍人的尊嚴 以及了解國防部的運作程序上 難以對於社會大眾有所適宜的時候 必須要做一定的懲處 那這樣的懲處呢 是由哪一個單位 是由原來涉案的單位 自己寫報告給你呢 還是由你下令來懲處 我們有一個總督察長是 他已經在了解這些案子 那如果委員講了 正風市我們可以把他加入起來 一起來調查 好 還有包括法律事務司 我想希望也將進去 那同時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所涉案的主觀管呢 有將軍以上的資格的話 有將軍以上的身份的話 您也會報告總統 那再請教一下 像今天張院長有提到 必須要有若干的懲處 那這樣子會不會侵犯到 馬總統的統帥權 還是部長您會在這個地方呢 跟總統跟張善政院長 做一下解釋跟協調 剛剛委員報告這個 張院長他今天發表的建議 這個說法 其實我們國防部以往 碰了這種案例 為了調查的公允性 我們是有做過這種 把限職的人員調離限職 以免影響到司法的公正 或調查的公正性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萬一地檢署做出來呢 其實呢涉案的情節並不大 但是你已經做成懲處了 那你會不會有其他的 在其他的補償措施還是沒有 我們國軍以前也有過這種狀況 就是說如果說他沒有涉案 我們一般來講 剛剛講調離限職 其實會有一段時間 那到時候如果這樣 我們會再檢討他 看可不可以負職 這要看整個司法調查 最後對他的 因為行政調查跟司法調查 我們會盡量把它搞得收嚴 是 部長 我剛剛已經提過 我不希望法務部 或者是說國防部呢 官官相互的關係 然後呢 延緩呢 你需要做出懲處的時間 我們很希望你在短時間內 我現在做的是 應該委員要求我們做的 或說大家 行政院長 告訴我們的 就是行政的一個懲處 行政的懲處 對 應該可以在最近這幾天就出來 是不是 就是行政為師的部分 我們會盡快做 剛剛委員有交代說 要公正性 要把法律事務司跟 政風的再拉進來 我們也會遵照招委的建議 我們會這樣做得更走遠 是 因為我覺得 在行政調查層面上面 我們希望說 能夠更公允來處理會更好 但是同時 社會大眾的事宜 也希望國防部 能夠馬上能做出來 因為現在 這麼大的一個風波 是烏龍事件也好 引起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 對於國防部 其實受到相當多的 形象上的損害 也請國防部 可以生自為之 可以馬上斷人來裁決 好嗎 是的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